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了解计算机发展的简史 这节课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首先是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从1946年开始的 一直到1957年结束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计算机称之为电子管计算机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57年开始的 从1957年到1964年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计算机称之为晶体管计算机 从这里面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的计算机主要是以他们的物理元件来命名的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电子管计算机 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晶体管计算机 好的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从这个1964年到这个1980年 那么在这个时候它的计算机称之为集成电路计算机 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呢 就称之为第四个阶段 那么第四个阶段呢 我们就称之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 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 他们的电子物理元器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使用的都还是这个集成电路计算机 在这里了解了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以及各自的时间节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里面每一个阶段的计算机 它分别有哪些特点 首先呢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电子管计算机 现在的人呢可能对于这个电子管都比较陌生了 那么电子管呢长得像这个样子的 现在在我们的个人计算机里面 基本是看不到这个电子管的生影了 包括如果我们打开这个电脑的主机的机箱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电脑主板的结构的话 我们都是看不到这个电子管的生影的 虽然说我们在电脑里面是看不到这个电子管的生影 但是在一些别的集成度比较低的电路里面 我们是依然可以看见这个电子管的生影的 那么这个电子管计算机 其实啊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电子管计算机产生的催化剂 怎么说呢 当时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 德国的潜艇给英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那么英国呢 得知这个德国的海军命令 是通过无线波去发送的 所以英国就截获了这个德国海军的命令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德国海军的命令 它是通过一个专门的机器去加密的 英国的情报部门没有办法直接的解密 所以为了解开这个德国海军的密文 英国就设计了全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 所以这个全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 就是为了解开德国海军的密文而产生的 所以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电子管计算机产生的 直接的催化剂 这个全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 其实并不出名 我们可能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 但是说如果说提这个电子管计算机 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爱尼阿克 那么这个爱尼阿克呢 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最著名的一个电子管计算机 这里面的图片就是当时这个科学家 操作这个爱尼阿克时候的一个照片 可以看到非常的庞大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 为了让这个爱尼阿克运算起来 还需要非常多的科学家进行参与和操作 才能让爱尼阿克完成工作 那么这个爱尼阿克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诞生的呢 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英国为了破解德国海军的密文 创造了全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 那么这个爱尼阿克其实也是因为战争而诞生的 当时美国在战争里面使用了非常多的飞机和火箭 为了让飞机和火箭射出的炮弹打得准 就需要精确的计算设计的参数 包括这个设计的角度 设计的力道等等的一些参数 那么为了计算这些参数呢 就需要非常多的计算 每一个设计参数 平均要计算几千次才能计算出来 在没有计算机之前呢 这些参数全部都是靠人工来计算的 不仅仅慢 并且还非常容易出错 当时啊 这个美国的军方为了让这个计算准一些 他们的计算都是要女人来计算的 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女人算数会比男人精确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算还是会出错的 人怎么算都没有计算机算得准 所以很多的科学家才参与了实验和研究 发明了埃尼阿克电子管计算机 埃尼阿克电子管计算机呢 它非常的庞大 长30多米 宽6米 高2.4米 并且它拥有着18000多个电子管 运行的时候耗电量达到150千瓦 并且它重量达到30吨 占地1500平方英尺 大概是140平方米 虽然说这个埃尼阿克非常的庞大 并且制造的价格还不菲 造价约为48万美元 但是埃尼阿克的运算效率确实是比人工运算快许多 当时据统计这个埃尼阿克的运算效率大概是手工计算的20万倍 可以说埃尼阿克的发明使得美国军方的实力大大提升 那么了解了埃尼阿克电子管计算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总结一下这一个阶段 电子管计算机它有哪一些特点 首先就是第一个特点 它的集成度非常低 它的空间占用大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埃尼阿克里面看到 第二点是这个功耗非常高 并且运算速度很慢 当然了这个运算速度慢 是相对现在的就算机来说了 在当时它的运算速度还是比人工手算要快许多的 第三点就是操作非常复杂 并且在更换程序的时候需要重新的接线 在前面的图片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了让埃尼阿克完成计算 需要很多个科学家参与操作才能完成相关的运算 好的了解了第一个阶段电子管计算机 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晶体管计算机 晶体管计算机 它是从1957年到1964年所划分的第二个阶段 那么促使这个第二个阶段的产生 主要是因为1948年贝尔实验室的三个科学家 发明了晶体管 在此后的十年内 晶体管给计算机带来了革命 在当时相比电子管 晶体管具备着更小的体积 更低的能耗 以及更高的计算效率 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 电子管计算机就已经过时了 我们来看一下晶体管它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晶体管呢 长这个样子的 在现在我们在许多的电路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晶体管的痕迹 可以说晶体管的发明是化时代的 当时为了纪念发明晶体管 这一巨大的科学贡献 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就授予了贝尔实验室的这三个科学家 在那一个时期 著名的晶体管计算机有两个 首先是这个全世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TX0 这个全世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TX0 它就诞生于麻省理工大学的 林肯实验室 在同期呢 还有一台非常出名的晶体管计算机 它的名字就是这个PTP-1 是当时性能最高的晶体管计算机 它配备着4K的内存 每秒可以执行20万条指令 每秒20万条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据虽然说还达不到 我们现在个人计算机的万分之一 但是呢 它当时已经非常厉害了 更为关键的是 这个晶体管计算机 它配备着显示功能 它配备了一个512 乘以512的显示器 在这里面图片的右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配备的显示器 就是当时配备的第一个显示器 当时有一些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呢 还在这个晶体管计算机里面 设计了第一款视频游戏 太空战争 这个游戏可以在这个显示器里面展示出来的 简单的总结 第二个阶段 晶体管计算机 第一点就是 它的集成度相对于原来的电子管计算机 集成度已经相对较高了 空间的占用也相对较小 第二点就是 功耗相比原来的电子管计算机也低了许多 运算速度也比原来的快了许多 第三点就是 操作相对简单了 交互也更加方便 操作相对简单 在前面我们学习电子管计算机的时候 可以看到 一台电子管计算机 需要好几个科学家来进行操作 但是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阶段 我们一个科学家就能操作了 并且交互更加方便 在原来电子管计算机呢 是没有配备显示器的 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VP-1 它就配备了512 所以512的显示器 可以说这个交互更加方便了 了解了第二个阶段 基地管计算机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从1964年到1980年的 这个阶段计算机称之为 集成电路计算机 那么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 当时德州仪器的工程师 发明了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简称为IC 当时德州仪器的工程师 把三种电子元器件 结合到了一个小小的硅片上面 从此以后 更多的元件就被集成到了一个 单一的半导体芯片里面 使得计算机变得更小 功耗变得更低 速度变得更快了 在这一个时候呢 计算机长得像这样子的 可以说跟我们现代的计算机 没什么区别了 在当时因为有集成电路的出现 计算机变得更小 功耗也变得更低 并且计算的速度也变得更快 所以在这一个阶段 计算机就具备了 进入千加万户的条件 因为它变得小 功耗变得低 计算速度也变得更快 在这一个阶段 除了计算机具备 进入千加万户的条件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操作系统的诞生 那么操作系统是怎么诞生的呢 在当时IBM已经是计算机领域的里头羊了 IBM有两款计算机卖得非常好 分别是7904和1401 当时这两款计算机是IBM卖得非常好的两款计算机 并且为这个IBM带来了非常多的利润 但是这两款计算机呢 它们主导的功能不一样 并且它们相互之间是没法兼容的 也就是说 我在7904里面编写的程序呢 是不能在1401里面运行的 在1401里面编写的程序 也不能在这个7094里面运行的 当时很多企业都购买了这两款计算机 但是又不愿意在这两个计算机里面投入两波相互不相关的人力 来进行相关的开发 那么IBM为了解决这样子客户的问题 就推出了兼容的产品System 360 那么这一个产品呢 就是操作系统的雏形 操作系统出现改变了计算机行业 使得不同的电子元器件 不同的电路的计算机 都能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上面进行运行 了解了第三个阶段 集成电路计算机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阶段 那么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从1980年开始的 一直到现在都是属于计算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 计算机称之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包括我们的熟悉的CPU 就是属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品之一 在这一个时代 我们的计算机里面 包含了非常多的超大规模的 集成电路 在这一个阶段 一个芯片可以集成 几万几十万 甚至三百万的晶体管 因为有了这个超大规模的 集成电路 计算机的速度变得更快 体积变得更小 价格也变得更低 更能被大众所接受 所以在这一个阶段 PC的时代就来临了 并且在这一个阶段 计算机的用途也丰富起来 在之前的阶段 计算机只能用于运算 或者说做一些简大的文本处理 那么在这一个阶段 计算机就可以用于文本处理 表格处理 以及高交互的游戏和应用 虽然说在这一个阶段 计算机已经被我们所熟悉了 但是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还是不得不提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乔布斯 乔布斯就是从这一个时代开始的 当时乔布斯和他的朋友 发明了Apple以及Apple二代 这两款个人计算机 在家庭和学校都非常受欢迎 几乎是一夜之间 成为这个时代的 个人计算机的佼佼者 在这一个阶段 计算机就进入了 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相信很多同学对此都深有感触 那么这本节课的下一个部分 我们将会了解 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除了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电子管计算机 第二个阶段基地管计算机 第三个阶段集成电路计算机 第四个阶段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计算机 那么有没有想过 第五个阶段的计算机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这里面我们也进行一定的畅想 第五个阶段 未来的计算机 在未来的计算机里面 比较有可能的两款计算机 第一款我认为是这个生物计算机 那么生物计算机呢 它是以蛋白质分子作为主要的原材料的 生物计算机可以跟人体 结合起来进行一定的运算 生物计算机 它具备着体积小 效率高 不易损坏 可以有生物级别的自动修复 就像人体一样 可以进行自动的修复 以及它不受信号的干扰 没有热损耗 基于这些特点 我觉得这个生物计算机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除了这个生物计算机 还有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是遵循量子力学的物理计算机 和前面的生物计算机不一样 生物计算机呢 是属于生物领域的 那么量子计算机是属于物理领域的 我们知道量子力学 是属于物理学里面的 非常高深的一门学科 如果说量子力学 得到重大的突破的话 那么量子计算机 一定会被介绍出来 在现在对于量子计算机的研究 也有着一定的成果 比如说在13年的5月份呢 谷歌和NASA就联合发布了D-Wave 2 在17年的5月份 中国的科学院就宣布 制造出了光量子计算机 19年的1月份 IBM展示了全世界首款的商业化量子计算机 在中国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 对于量子计算机也有着一定的研究 比如说腾讯 腾讯在2017年就组建了量子实验室 并且批用了杰出科学家战胜域 来负责量子计算机的研究 在搜索引擎里面 我们也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信息 还有阿里巴巴 那么阿里巴巴呢 在2017年就成立了达摩院 达摩院也有着进行量子计算机的研究 相关的团队 我们可以看到在搜索引擎里面 也可以找到阿里巴巴达摩院量子计算机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18年的5月份 阿里巴巴就宣布研制出了全球最强的量子电路模拟器泰章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量子计算机在未来还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并且可以改变这一个计算机领域 了解了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这一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那么对于微型计算机呢 其实主要是从计算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开始的 对于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 都不能满足微型计算机的诞生 所以我们讨论微型计算机发展的时候 主要是从第三个阶段 集成电路计算机的阶段开始的 对于微型计算机的发展 主要是从算力方面去看待的 它主要是受限于性能 在早期 微型计算机使用的都是单核的CPU 单核的CPU 它的远近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在之前 1971年到1973年 我们的单核CPU主要是500千赫兹的微型计算机 从这个1973年到1978年呢 单核的CPU的性能限制在这个1兆赫兹左右 从78年到85年呢 主要是这个500兆赫兹的微型计算机 从这个85年到2000年 主要是这个1G频率的微型计算机 在这个年代出现了非常多我们所熟知的单核CPU 比如说奔腾系列 那么从2000年到现在呢 我们主要是由这个高于2GHz的微型计算机 到现在我们普遍所使用的CPU 都是高于2GHz的CPU 那么在未来 这个CPU的性能还会不会有质的飞跃呢 关于这个CPU的性能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律的 这个定律就是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他认为当价格不变的时候 集成电路的远期间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 它的性能也会提升一倍 这个定律是由英特尔的创始人所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英特尔它是非常重要的芯片厂商之一 所以由英特尔来提出这个定律也无可厚非 在20世纪 这个定律预示着芯片的发展 但是到了21世纪 这个定律就慢慢失效了 为什么失效呢 因为随着芯片的发展 芯片里面的电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密集 并且它的热损耗也越来越高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摩尔定律也慢慢失效 从此我们的单核CPU就转向了多核CPU的发展 多核CPU就是因为单核CPU的性能已经大到平静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展出多核的CPU 那么对于多核的CPU其实也是有一段历史的 首先在2005年 英特尔的奔腾系列首先推出了单核CPU 同时AMD的速农系列也有着单核CPU的出现 2006年英特尔的库瑞提出了4核的CPU 现在多核CPU的技术发展也非常成熟了 英特尔的库瑞系列现在已经可以制造出16核的CPU了 我们平时组装计算机的时候也可以在网上买到16核的CPU 那么在服务器领域 英特尔的自强系列还可以制造出56核的CPU 56核的CPU加上每一个核都能达到2GHz的性能 整一个CPU下来它的算力已经是非常强的了 那么关于这个单核CPU以及多核CPU的历史 这是我们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我们讨论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史的时候 主要是从CPU的发展角度去看待的 最后总结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计算机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二个部分是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好的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讨论的计算机发展历史